他以一己之力 推翻了一审 被告获救了 消垂的却被送了进去 事情是 金华有人养了些鹰鹉 没时发到朋友圈 却被告上罚庭 原来那些鹰鹉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一审时他被判五年 被告觉得量情重 来到二审 让人想不到的是 听审快要结束时 辩护律师说 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于是发出了这样的灵魂指纹 所有的鹰鹉全部都是送简的照片 没有任何一只活体是吗 没有 全部都是照片 那我就确实是我要请教你了 那我想问一下 怎么用照片去鉴定DNA的 因为我们在鉴定报告里面 有看到DNA分子鉴定 随着律师的发问结束 审判长和当事人同时抬起了头 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啊 瞬间审判人员惊呆了 一审是怎么过来的 这时只有眨眼的份了 公诉人傻了 难道我们采纳了假证 被告笑了 此时虽然不能证明被告无罪 但是能说明原告证据作假 如果无法合理解释 那么这份证据将不能被采信 证据链断裂 则被告就会无罪释放 出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本来已认罪了 只想轻判 没想到被律师硬生生骂了回来 答案污点 即可归零了 以后孩子考工时 证审是清白的 不会受影响 这简直是对我的重生再造 练书 有核心